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朋友有没有事先讲 他除了这个用意 除了幼空以外 他往下压大家恐慌 对不对 然后他在做什么 他皇帝买什么 买期货 买选择权 那接下来买第一季会成长的股票 我说自己的股票 我上礼拜一直跟他谈 那一档股票 对不对 今天有去吗 我说在操作上 你一定要去注意什么 上礼拜我们刚好优惠 然后再布局这一档股票 我说大盤 大盤在这这两个位 一路去掉了 这种股票他接到最后洗盘 他有去吗 他有去吗 连世红啊 我说你要把电话拨通 我说你要跟着我坐 四五年长四天 我不止买一次啊 而且这两天怎么样 这两天亮出来呢 华人大买钞 坐轿嘛 我说我对会员的承诺是什么 我会想尽办法 让你坐轿嘛 让你的会会有价值啊 让华人来抬轿啊 买这么多 有没有追价 我要讲的只有两个理念嘛 第一个低位阶 第二个呢 坐轿 不追价 买现金殖利率高的股票 第一个不追价 对不对 这是外资 法人买进的 这个叫做轿嘛 那我们讲基本面 他去年 他去年 107年呢 赚5.23 108年 去年前三季赚4.14 去年一整年 大概可以赚到6块 那第一个呢 他比前年成长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你在这里 低位阶码嘛 高值利率 对不对 就算他涨到今天 连世宏上来了 加超83块嘛 他去年可以赚多少 6块嘛 那你6除以83 我先前跟大家谈到 交过现金殖利率怎么算 股息 或者EPS 除以股价嘛 那定存现在是1% 那这一档股票 去年 可以赚多少 6块嘛 会大于6块 我们用6块来估 那现在大概是83块嘛 我们不要用这个七十几块来算 我们算83块 这样除下来多少 7.2嘛 定存多少 定存1%嘛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股息 可能高于定存7倍嘛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切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 低位阶嘛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两个条件嘛 低位阶 高现金殖利率 对不对 证据在这里嘛 法人做教嘛 法人买对不对 会员做教嘛 那今天呢 报纸也公布利多啊 什么利多 他是连接机厂商 对不对 他发展出什么 可折弯的高速线 那这个呢 对今年第一季营运 会有帮助嘛 今年第一季呢 会比去年同期成长 今年109年业绩 也可以比去年108年成长嘛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成长股嘛 那有没有高现金殖利率 这样就上去了嘛 一档一档操作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OTC OTC没有台积电就很单纯啊 就非常单纯对不对 OTC是什么 是内支大户主力中十户 他是中小型的成长股的K线的代表 今天内支呢 买超三十几亿 很反常哦 买30几亿 你还去想啊 选举快到了嘛 互盘基金呢 准备那么久 都没有用上场啦 因为大盘一路涨 他根本不用互盘嘛 那选举快到了 今天买30几亿 是不是呢 也进场了 那如果选举的内支 也进场一比的话呢 那这个盘市 他就有可能会创新高哦 你台子旗做空的 你要小心 我上礼拜五也提醒你 台子旗做空的要小心 今天呢 是被嘎了一百多点 那你看一看OTC 他没有台积电 走势就很单纯嘛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资金行情嘛 那你为什么要空手 满天金条啊 大家在探钱 你是怎么扛手 不要说之前的哑光 世界先进 原相 精彩 我们就讲最近了嘛 你专注当下在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股票没有涨的嘛 也有一些股票没有涨的嘛 那是不是起来的 是不是连世宏 低位接 高现金值利率 那你为什么要空手 我们用这样的逻辑 这样的操作逻辑 我们最近呢 我给大家看 繁甲嘛 这里呢 亚冠嘛 世界 精彩原相 对不对 头正就没人说了嘛 说最近就好 大阪去到这里不敢买 但是这些股票 我们都是低档去买啊 你重点是专注当下嘛 那你看一看呢 月线往上勾了对不对 那到今天 这是景线嘛 是不是来到这里了 那这里形成什么 形成双重支撑嘛 那你专注当下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嘛 低位接 高现金值利率啊 坐轿嘛 法人抬轿 这就会会的价值啊 赚波段嘛 环甲这样赚的 雅光也是这样赚的 世界也是这样 精彩也是这样 原相也是这样子嘛 标题一直都没有改变 会员的持股嘛 一以贯之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支撑没有问题嘛 那现在问题是会不会突破嘛 我认为会突破哦 你台子放空的要注意哦 但是有可能在震荡 再往上走 明后天也有拉回的机会嘛 因为外资还没有完全归队 今天就已经1400亿了嘛 那量再增加 它是会突破 那明后天 不管大盘 有没有拉回 重点是股票嘛 那你一再的措施机会 那下一档呢 我跟大家提到过呢 这一股票对不对 今天一周五起 今天也又起了 还有机会 赶快把电话拨通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大盘在震荡 很多人不敢买嘛 很多人不敢买 那今天选举的资金 也进来了 内支买超37亿 那外资陆续归队 我希望你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卡位 办好手续 我明天带你布局买进 休息一下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这啦 今日起升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店02 22781 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创意比赛 近载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上礼拜五 很多投资人相当的恐慌 甚至有很多投资人 台子齐去放空 今天台子 去一百空八点 我都首先说 压低又空台子 压低干什么 买股票 一低一高 低位接 高现金殖利率 怎么办 出手买进 台子拉回做多 就是这样子 法人首单 今天连世宏 做叫续报 等目标价 操作就很简单 创性高了 对不对 把电话报通 下一档你要跟上 就好像 环甲在这个地方 很好买 做叫 这段 就有点像 雅光这一段 环甲会不会继续涨 我们继续看 那你看 法人买这么多 他还会起来没 就跟雅光在这里一样 他是继续涨 对八十九十一百 一百空八 这个也是黄甲 这个是连三红 你再看一看世界 第一位阶 这里叫起展 继续去 这样叫波段 对不对 都是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操作逻辑 同样的思考逻辑 同样的布局方式 同样的获利的方式 第一位阶 高现金殖利率 你今天如果没贪到钱 最大的原因是你自己 第一个你大盘方向 没有抓稳 资金行情 不要错过 我希望你下一档 跟着我做 台子也一样 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一分钟 看懂台子操作 对不对 这十二位三个印 标题我也是这样写 区间盘整 那区间盘整就怎么样 低进高出 那你千万不要怎么样 往上去追价 往下去放空 十二位三个印 前天这有人去放空吗 有很多很多很多 今天去一百空八点 这十二位三个印 今天你是不是去 对照一下 一百空八点 来到这里为什么短线又拉回 因为这里是高档区 那上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说用六十分钟K线来讲 这多空线呢 它是底部电高 本来一一九五零 变成一二零零零 那今天呢 上去了嘛 是不是上去了 是不是底部电高 我信任都事先讲 还不止这样哦 这十二月三十一号呢 盘后 这叫低档对不对 盘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盘后还有两个位置 一个11965 一个11966 都还有低档可以买哦 你如果在这附近买 这样充气多少 这样也是一百点嘛 它是掉下来了 盘后掉下来嘛 965 966嘛 这里是低档 950 12000 这是低档嘛 低镜 高出嘛 那今天往上走 是不是来到这里 今天 跳空往上走 又是一百零八点嘛 所以你了解 一定有原因嘛 因为你看不懂 你完全看不懂筹码 包括很多老师 虽然考上分析师 他也看不懂 如果你不了解法人在做什么 你棋子 你也输得疼口 你要用对方法嘛 那现阶段呢 我这张图再讲一遍 第一个方向向上 没有问题 你要偏多操作 但是不是叫你追 明天呢 应该有拉回的机会 那拉回的话呢 你要红堤去做布局 那你跟着我做 该出手 我就会出手 那台子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现货大盘 大盘来到这里 现在的问题是 这里会不会突破 会不会突破 就跟之前在这里 我说会突破 会突破嘛 那这个地方呢 现在重点在这里 这是现货 我们看台子 上礼拜我就说 他会创新高嘛 但不是明天后天马上走 他一定会震荡 那你找机会怎么样 偏多操作嘛 拉回 红回 做多 那反而 我上礼拜讲过 反而他如果创新高以后 反而比较危险 因为往上走呢 大家冲进去了嘛 被车空 往上去做买方 短线上 反而比较危险 反而你再拉回 再支撑去买 会比较安全 那现这一段来讲呢 台子你要看得懂筹码 你才有办法赚钱 你有贪钱吗 我再问你一句嘛 那如果没有赚钱 把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运达客户 好看 弄在这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客户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罗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化运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现在这个行情 很多人一直 不太敢出手 很可惜 我记得上礼拜 我也用这个例子 跟大家谈 我说上海 中国大陆股市 共和党的景气 不要讲 很糟糕 可是他今天 他今天算新高了 我之前讲 还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是一个 多头架构 第一个头肩底 第二个往上涨量增加 是一个标准的 基本面的多头 那景气这么糟 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涨 资金行情 那台湾景气这么好 难道不应该涨吗 你还在空手 还在不敢买 他今天又创新高 所以资金行情就怎样 专注的选股票 找基本面成长的 筹码稳定的 也就是说你找什么 找低位阶 高现金殖利率的 因为你高现金殖利率 法人就看重那一些 股票去买 那我的思考 邏輯是跟法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布局的位置 成本是相等的 当法人布局完成以后 我也买完了 那法人往上拉台 我就是奏教 原理就这么简单 那你还在空手 你看一看上证 那你看一看台积电 前几天在卖 你很紧张又上去了 我说他会填席 他会填席 这是上星 这郭培都一路都算波段 这是上星 这摩台结算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我自己郭培里去买 反甲上去了 亚光也上去 那现在一段你要怎么操作 亚光今天创新高整理 还是多头架构 问题是 这八十九十一百 这一百公贵 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你要注意这一类的股票 包括亚光转投资的亚太 今天也大气 影像感测器 他是一路涨 那你看一看周K线 这么漂亮的股票 不要追 他压力快到了 压力快到了 这么漂亮 是在这个地方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之前两维也是这样子 我喜欢用周K线去抓股票 是不是也是头肩底 那现在又整理末端 他会来这里 会哦 我们再讲一档 最近往上走的 跟iPhone有关系的 跟5G有关系的 跟PCB有关系的 跟玩家一样 最近往上走 那你为什么要空手 自己股票呢 5G加iPhone 你看一看 还是一样头肩底架构 我很喜欢用周K线 去抓波段股 是不是上去了 原相今天也去 一个头肩底 是不是往上走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概念 操作这个地方 重点是股票 你要选对股票 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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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世红坐教等目标价 滑人脉 对不对 就跟雅冠在这里布局 涨再涨嘛 这个叫波段 对不对 八十到一百框 这样是不是波段 那操作上呢 我一直跟大家谈 我的操作原则很简单 不追价 锁定了 把它锁定了 基本面没有问题 筹码锁单 对不对 然后呢 想尽办法 我会让会员坐教嘛 我证据都拿出来啊 我是操盘 我不是解盘哦 操盘 你解盘 要出手 赚到了钱 才是操盘嘛 证据在这里嘛 会员都在看啊 一档一档操作嘛 像世界先进 像原相 像雅光 像盘甲 是不是往上走 证据拿出来嘛 那我要跟他谈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里是资金行情 你要从周K线 去抓波段谷 像这个世界先进 这一段叫波段嘛 像原相 对不对 这日K线 周K线是不是相当漂亮 这叫波段 像精彩 周K线 这样是不是很漂亮 一档一档操作嘛 那环甲呢 来了以后呢 我说最重要是会员的进出点 买进的成本 一定要低价 你才有机会 赚到波段利润嘛 像这个环甲 这个也是环甲嘛 会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嘛 那涨上去的股票呢 你如果看电视 要不要买 你自己去考虑 但是我一直都带会员怎么样 低档去布局 像这股票 天下来起 今天也起嘛 但是还没有创新高 我希望你把电话拨通 我带你布局 你需要的是什么 是一个真正 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特务 好看人在一起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特务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务APP 货店02278